我覺得學樂器真的就是要蠻漫長的 也算是有點寂寞啦 就是你可能自己要享受 他蠻需要團隊的 我那天在跟學生講說 學樂器其實很需要團隊 但是團隊考驗很多的事情 就是帶著那個人 有沒有帶給他們東西 然後有沒有帶得動這個團 那有沒有辦法說服他們 那第二個就是有沒有穩定的環境 你的同學是不是有一樣的向心力 或者是一樣的目標是一致的 當然我們同學都會開玩笑說 我們要上國家音樂器 當然是開玩笑 可是他們至少他們是想樂音學 就是來的時候就是一起要抽 慢慢的大家會被感染 那我覺得有時候像你剛剛提到 就是我們組了幾個團我們在玩 因為沒有目標 大家久的時候就沒有一個方向 沒有方向的話大家會慢慢的換散 換散的時候就會慢慢的就會 就會可能就會鳥獸善 所以管理一個團隊其實蠻難的 所以啊 所以想學人趕快來小鄧老師這裡 因為這裡的環境真的不錯 感受真的很多 真的蠻用心的 花了那麼多心思 我以前在接到公司 或者是社團的課程 其實我都會有一點點的 就是有一點點的擔心 他們未來會怎麼樣 因為就算我是在公司 或者是社區 一般的傳統的開辦方式就是 我找了八個人我就開辦 或者是我找了六個人 我就開一個團 那這個團呢 走到一部分的時候 一定會有程度落差 然後再走下去的話 程度落差就一定會有人離開 可是你在補新進來的人又跟不上 然後就會一直反覆在做 重來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你又為了要有這些人 你就一直在撿後面的人 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開一個班 或者是一個團隊 其實應該是說 你有五個人開一個團 那你有十個人就開兩個團 十五個人就開三個 當然你有五十個人就開十個團 在這個十個團裡面呢 你有各種程度的學生 就讓他去做分類 慢慢的就是說 比較跟不上的同學 他可以回去補那個學弟妹的狀態 那你跟著上的同學 你就知道學長其實在哪裡 為什麼他們可以撐這麼久 因為上面還有人 就是你會知道 上面還有誰在 他的手比你流利 你剛剛講的 就你可以一直往上追 就我覺得 開班或開團這個方式 跟以前的概念其實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有個前提是 必須大家要有個自己空空的場地 對 不是說我去跟人家接 然後要看人家的臉 我認為這個開團的方式比較穩定 也比較長久 如果說當然也有很多的頭來戴的話 會比較難 因為這個老師身上 有兩個比較好的學生沒辦法抽在一起 所以大家都得不到好處 就是他那兩個不學 他那兩個也不學 就最後就是四個不學 那或者是這個老師上面 有三個同學比較跟不上 這個老師上面有三個同學跟不上 那這三個家才 應該要錯成一半了 可是他們也不知道他們的程度狀態 所以這個是人多有人多的好處 但是人少有人少的好處 就是指導的人多又比較快一次拉更多人 但是我覺得很難去整理 但是整理團隊很難 有時候吹一吹你會發現 啊老師我覺得他跟不上舞 我不想跟他同一組 難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但我們就要盡量這種事情不要發生 所以你就在無形中先讓他去做調動 那應該就最後你就會變成說 你設定這個時間 我們做怎麼樣的基礎 這個時間呢 我們可以做怎麼樣比較困難的流行歌的練習 這個時間呢 我們可以做比較難的合作的練習 因為我以前帶過學校社團 還有學校的指揮還有當過幹部 我覺得帶社團 我們也是這樣拗上來 好像不是說 我提一個標題說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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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什麼什麼什麼 炫技班 什麼什麼什麼 古典垂舟班 什麼爵士流行班 重點是要先分類 那因為你這樣子進來的學生 其實有學四年有學一年有五年 你還有不會知把都不熟的 都可以來報名這個班 那變成就是你剛剛提到的一個重點就是 學不學得到 反正我就只要教這些人 對我來講我覺得沒有意思啦 就是我教到這邊 你得不到沒關係 我們再來吃 可是我覺得這樣長久下來 其實不是好吃 對大家都不是好吃 但是這種理念我覺得不容易 因為要很常態的在一個環境裡面 拉拔這些人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對 而且就像你講的 相信力也要很高 而且要整個團隊都要 整個團隊要起來 就是大家 他上下的學弟妹要很熟 而且互相會幫忙 這個是最重要 我覺得這比較難啦 跟傳統的開班的方式 我覺得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你就乾脆就是全部打散 他想要做什麼事情就讓他去組 但是你要讓那個班的 或者是那個團隊的 方向立定在那裡 你既然要參加 你就要往這個方向衝 你想要回來補你基礎 你就回來練你最基本的基礎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樣子 整個團隊會比較運行的比較穩定 也比較長 所以就是說當開班的時候 比如說逃比說現在是星期四 這一班的學生可能就是每個星期四都會很固定的來 不會有請假的狀況 我覺得這才是會大家一直進步 對對對對對 然後你久而久之你就慢慢 我覺得這個的 班級的程度對我來講 我覺得太簡單 你就可以跳級 我覺得這樣子是最好 而不是說你把整個人拉上來 垮掉了又重來 再拉拉拉拉拉拉拉 跑到10樓的 砰要掉下來要再重來 就一直在做反覆的一樣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有個好處 因為對於學久的同學 他每個班他都能參加 那對他們的講義很公平 因為他待了很久 那下禮拜要請假 可是他這禮拜要上三檔 他也不會覺得說下禮拜請假很可惜 但是因為要經歷過這麼多的結體 才會理解到這件事情 對對對 就是你要經過很多 就是不管是你經營那麼久 或者是學習這麼久 你就是碰到很多問題之後 你才會去重新思考該怎麼做 然後把這個流程再做改善 對對對對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 十個人學學學要剩四個人 跟他們程度很好 讓他們解體又很可惜 然後再補三個進來跟不上的又很可惜 那你要補哪些 你要補中間的那些人上來 可是中間那些人上來他又不是這個班的 然後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換班 你叫他換班他也捨不得 因為第一個換班如果又是換場地又換時間 但如果是同一個場地只是換時間 就他的意願就會比較高 換場地就是從國小換到國中 喔對他來講很遙遠的路 然後又要換時間 他就不會想要換 但是他其實沒有想到說 他缺乏的不是一個好的環境而已 他還缺乏的是跟他相同的程度的學生 可以跟他匹配的學生 這件事情其實蠻難的 對可是你要走很久 他才感覺到這件事情 有時候就是可能別人 當別人就是一個team 學長姐比你更優秀的時候 就是你在你跟一個很優秀的時候的學長姐 你就會自己想要跟著學跟著進步 就是我有時候以前我離開一些社區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發現班上的同學 有兩三個想要學好 這感觸我很深 然後程度真的特別不一樣 欸怎麼吹了快兩年 怎麼還是吹第一年的歌啊 那時候我再叫他再 不然我們再重新再組一個班 重新再學一次好不好 已經那時候已經教習他所有的熱情 當下我就會想說 當初我就沒有什麼選擇 他就只有這個選擇 他就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你要堅持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會變成就是你剛開始 方向就直接就要把它定 就是方向就要定出來了 我覺得一開始很重要 對真的很重要 就是剛開始就要把它定出來 那時候我就覺得好可惜喔 他的音樂基礎這麼好 結果他沒有一個適合他的環境 不是環境而已 還有他的同學 就是他的朋友 我今天還碰到一個同學說 我沒有要想要練團奏 或者是我想要練 其實團奏是最快練到大家的落臉的部分 就是說你兩拍跟三拍會不會控制 你再吹團奏我就知道 那好那如果不吹團奏的方法 還有什麼方法就是一個一個上來吹 可是那花非常多 我試過後面都在滑手機沒有人要聽啊 當輪到他之後他確實他很開心 他也很爽快 但是他沒有想到下面的人其實很無聊 那久而久之下面的人 今天不是他要吹的話他就不來了 他的參與感很低 不是我們要練團奏 而是在練團奏的當下 可以更了解得到他自己的控制力到底好不好 大家都想要當花啊 可是你連花瓶那個兩拍三拍都控制不好 你花怎麼可能會做得好 那只是當下的印象做得夠好而已 對啊 所以團奏不是要逼迫大家團奏 團奏是希望在團奏的時候 做到更有效的學習方式 我試過那個一堂課一個人吹不到十分鐘 可是就兩個小時這樣浪在那邊 因為你有二十個人四五個人 上去又講講話又聊聊天 就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就學不到東西 就是這樣 可是要走很久 大家才會說 這件事情好像也是蠻重要的 就我覺得真的就是等 等自己經歷過之後 你就會回頭想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 對沒錯沒錯 你一定要經歷過跌跌撞撞之後 才清楚知道說 拆班解班 然後你知道你自己的弱點在哪邊 然後因為現在比較懂了 就知道自己弱點在那邊 就想要從弱點下手 對 很多方法其實都試過 那這些方法也是很多人提出來的方法 但是就是不是這麼的有效 第一個空間要夠 時間要夠 對對對 所以其實考驗到蠻多的問題 然後又不會要看人家臉色 要看學校的警衛的臉色 所以來這邊都不用 這邊很好 歡迎大家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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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